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政壇論點 又是我梁梁 梁思韻和大家見面 出家的日期是2022年的3月3號 希望大家都習慣了 早上應該是8、9點左右 就會看到我們的視頻 多多和大家去講一下現在最新的時事 和一些國際的形勢 今天最主要都和大家去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有關 一定是全民檢測 一定是快點做 快點完 希望整個疫情 但是現在許樹昌走出來就說 不如等確診數字回落後才做全民檢測 我自己覺得是合理的懷疑 都是一些官僚玩數字的手法 等一下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很多觀眾來找我 問現在遇到一個很涼難的局面 因為有很多人自己或者身邊的一些老人家 都需要回去政府長期要去覆診 那現在究竟要出街回去覆診還是改期好呢 這個兩難的局面的時候 我就找了張學明醫生和大家一一解答 張學明醫生很好的 他雖然退休了 但現在都走進最前線 回到公營醫院幫忙去內科門診去看症 而看症的時候他都會跟我們解釋一下 究竟各位觀眾應該怎樣選擇 而我們都會幫忙問一下 為什麼西醫不可以網上看症 中醫都可以 還可以寄藥給大家 最後就想跟大家說說很久沒見的前美國國務卿 他昨天就飛去台灣找財財子見面 大家都很關心 究竟為什麼他飛過去呢 他說因為烏克蘭事件 所以很關心台灣 其實結果說到尾 他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什麼呢 最後就是俄羅斯面對國際的制裁 但是他決定加入中國的結算系統 從中我們香港都有機會得益的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一會慢慢跟大家說 那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去訂閱政壇新售 訂閱是免費的 亦都是按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你 因為很多觀眾都經常說 找不到我們的片 又特意搜尋政壇新售才會有的 大家可以有空搜尋一下 亦都是看看有沒有被退訂的 入正題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去講一下昨天的新聞 昨天那條片其實我拍完之後 都未等到出街的時間 半夜就已經 跟著就很快就出新聞了 就說了這個夏博爾就半夜就搭飛機就走路了 那麼很多觀眾問 為什麼不抓住他呀 是不是特意要放走他呀 那麼法律上面呢 因為其實始終呢 都未對他是昨天我們解釋過啦 他是不是正式的拘捕 只不過是警戒會面 就是和你會面所有的 講的東西都有機會就成為呈堂證供 那麼在這裏面呢 其實就 夏博爾都可能聞到朕尾啦 那麼繼而就走路 我們都未說猜 叫大家猜猜的時候 他已經就真是走路了 那麼在這裏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見到啦 是不是會是 即對他就 下馬威啦 叫他愛國人的時候 那麼你不要再在香港做所作所為啦 那麼現在其實在整件事裏面的時候呢 我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裏啦 如果將來香港風平浪靜 夏博爾又可不可以再回來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我們是要關注 還有去到 要去警惕啦 還有去廣傳給各位的觀眾聽的 那最好的 他當然不要回來啦 是不是 好了 那接著之後呢 就要和大家去講回疫情啦 不要說那些夏博爾那些壞人啦 我就想和大家呢 一直說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這條片呢 就是方艙醫院呢 就終於建成 那麼大家一定要和我們看整條片呢 就要看到尾 為什麼呢 我就將呢 很好 這個是中國建設 他就是做這個方艙醫院的那家公司 他就拍了用韓拍 或者在很遠的地方就拍了 七天裡面怎樣建成這個方艙醫院 看了那個 就是他24小時這樣不停的去到 做方艙醫院的時候 我們都很感動 都有點像火神山醫院的 那麼大家一定要看到尾 去看看最後那段呢 很短的而已 分多鐘 那也是跟大家去看看啦 那麼在3月1號的時候 李家超司長呢 就帶同他一幫的官員 那麼就去到方艙醫院就做參觀 那麼有些媒體呢 就做報導 那麼當然啦 有些媒體就玩東西就說 為什麼會是三腳頭的 現在香港怎麼辦呢 那其實是組裝下來的 內地不是用 我們現在這些插頭的 那就是給一個拖板來的 有什麼所謂 那你回內地的時候都要自己用轉插 還有有些人就說很簡陋啦 那在記者會裡面又不停的問 那為什麼要出來沒有自己獨立廁所呀 又可以讓他到處走 會不會怕病毒傳播 那大家要明白 這個地方是醫院 不是staycation 不是給你去旅行 或者去旅遊 想一下我們進醫院的時候 那些床位都是很簡陋的啦 那只要是乾淨啦 整潔 你是快點可以康復的時候 快點回家好過啦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想在那裡住很久 還有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7天能夠可以見到那個方艙醫院 已經在香港的情況來說已經是很快的 我們真的要給一個加一 比現在這次這麼配合 就是各個方面這麼配合 要去做到這個方艙醫院 第二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他是組裝 一個櫃一個櫃的 兩個人一間房 給你可以出去 休息一下 逛逛 也是一個空曠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細菌那個交叉感染應該是少一些的 給他逛逛也好事 而比如在醫院裡面 其實都是共用洗手間和共用洗澡的地方 我們要衡量 究竟你在房間裡面 每人都有一個獨立廁所 但獨立廁所可能我們又要找清潔姐姐去清潔 不知道要找多少的清潔姐姐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公眾的地方 平時公立醫院都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讓記者誤導 也不要讓黃人誤導 我們不應該雞蛋挑骨頭 是應該盡快有更多的方艙醫院 可以給大家合適的人 快點去隔離 不要再在家居感染 感染不了身邊的人 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現在是不是要病毒共存 我想說在傳染病學裡面 其實一直過往都有很多很大流行的 包括1918年的西班牙的大流感 大流行的時候 其實當時以我沒有記錯的數字 應該差不多全世界有四分一人都感染 那裡說的差不多五億人 也差不多有幾千萬人 應該不知道當時的估算 五、六千萬人是因為疫情而去到過身 而在流感這個很嚴重的流感 在老遠的時候可能是俄羅斯 然後是西班牙 過了很老遠很老遠的時候 到現在可能大家會說 流感不會叫大家有流感就家居隔離吃藥 但到這一刻我們才可以叫病毒共存 而不是一開始的時候就叫病毒共存 我想我們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好了 再下來的時候就跟大家去說一下 有觀眾大家都很擔心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包括我自己都是的 身邊有很多朋友、親戚 甚至同事商界確診 我都在這裡拍片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身邊都有這麼多人 大家要加油 我們是會在這裡和你們打氣的 很快就好了 沒事沒事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觀眾就說 現在面對一個很兩難的局面 那個局面是什麼呢 就是他需要去醫院裡覆診 或者有一些是他的家人 特別是一些老人家 要去覆診的時候 那現在究竟是帶他們去覆診 還是改期呢 如果改期的時候 沒得拿藥怎麼辦 又沒得吃藥 又很擔心 另外就是如果去改期 很多觀眾都告訴我 打個電話打擊都打不到的 唯有要親身去那個地方 就去到改期 其實變相也是 那個親身去醫院幫他改期的人 也都會有感染的風險 大家也都會問 為什麼西醫不可以網上應診 然後去拿藥呢 我今天就找到張韓明醫生 張韓明醫生 他就和我做了一個電話訪問 包括他也是醫委會的成員 也都是醫護界的選委 他就人心人德 雖然他退了休 剛才我講過了 他就特意回到公營醫院 幫忙去減輕整個醫療系統的負擔 幫助看一些內科的門診的病人 很適合現在我們講這個案件的 我們一起聽一下 張韓明醫生 去怎樣解釋 去延伸說法好嗎 是政壇新秀梁小姐梁思惟 辛苦你了 我知道現在雖然你之前退了休 但是現在你都重返崗位 回去公營醫療系統裡面 即是公營醫院幫忙去看病人 是嗎 是 辛苦你了 我知道你雖然不是在有關 醫生官疫情那方面 你做很多內科的醫治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是的 張醫生我想問一下你 因為有很多觀眾 都傳訊息來向我們求助 他就說 包括他自己 或者他身邊有一些 長期病患者的家屬 定期要回到醫院去覆診 但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就很兩難了 不知道怎麼抉擇 因為如果現在要回到醫院 現在如果要回到醫院去覆診 又怕會感染 特別有很多老人家 但是如果不回去 因為現在連醫院的覆診電話 打都打不了 這樣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他們應該怎麼抉擇 究竟應該是冒著 實際上新冠的危險都要來覆診 還是遲些呢 這個疫情這麼嚴峻 第一件事當然是做好個人的防護措施 去到哪裡都是的 醫院當然是一個人比較多集中的地方 現在在醫院裡面都有些安排的 譬如說你老人家不方便出來 因為現在老人家似乎打疫苗都不是那麼多 如果家裡人可以打電話 或者他直接可以安排的時間 去醫管局的門診部那裡 現在還可以拿藥的 現在我們的做法就是 譬如說那個病人沒有來 家裡人可以幫他拿藥 就不用他親身過來都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如果不來覆診 有個問題你都要拿藥 拿藥吃的 是吧 起碼有個人要幫到手 是幫你拿藥才行 是 但是因為有些 我知道有些病 是不能夠叫家人去幫他拿藥的 譬如精神科的藥物 但是我們有些觀眾也都有個疑問 就是中醫都可以 就在網上看證 然後就找人代為開藥 就寄過來給他都可以 因為現在很多疑診都在這樣做 但是我知道西醫 現在就不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這樣 現在暫時西醫都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現在是因為 那個香港藥物委員會 是有一個限制 一個 一個容距的診診那裏是有一定的限制 現在我想最好就是 醫管局也好 醫管局也好 盡量在這方面 就方便進行一個盡快 希望能夠放寬這件事 讓病人可以有機會 就在網上做一個遙距的診診這樣 這個是要他們盡快去做一個檢診 這樣才可以 是 多謝你 張醫生 因為很多觀眾他們都很擔心 甚至乎現在就算找家人都好 幫他去拿藥 他們都擔心如果家人去了醫院 就真的容易感染了的時候都不好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 如果要開放西醫都可以 網上看證都是可以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關於食衛局事 醫管局 還是西醫醫務委員會事呢 這個主要是三方面都有關係的 一個是醫委委會 它是怎樣去放寬這件事 第二件事 醫管局是怎樣去具體操作 怎樣去做 都是醫管局去做的 因為這個都涉及很多東西的 例如人秀方面 你個個都是用視像 技術上是做不做到 是怎樣做法 這個都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 嗯 是 多謝你 張醫生 我知道你很忙 也都我現在代我們很多的觀眾 去到向你慰問 你也幫我們就和你身邊的團隊 很多的醫護都說一聲 大家加油 辛苦你們了 我們都希望香港就盡快抗擊疫情 我們早日香港好起來 好嗎 好啊 好啊 是啊 等疫情過了之後 希望張醫生上來和我們很多的觀眾見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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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妨礙你 張醫生 辛苦你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跟大家去解釋的時候 應該就不要這麼擔心了 第二件事就是希望醫務委員會和醫管局 盡快去實行 可以做到西醫都可以妄想認診 也都解決了我們很多小市民的一些疑慮 其實過往除了疫情之後 我記得2019年黑暴的時候 都有些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出不了街 很多老人家又不敢出街 又出不了街 但是又怕自己覆診又耽誤了 所以你就要早點出門口 我都記得我和你講過你的案子的 是的 跟大家去講回了 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呢 許樹昌又出來講話了 許樹昌跟大家回憶一下 她曾經就講過蓮花清溫 是沒有科學的證實 是能夠有舒緩作用 但是其實很多中醫 或者是中南山院士都有講過的了 我們都不要管她說這麼多 她現在就說這樣 全民檢測呢 現在她們就覺得現在整個疫情 有機會三月中 到三月底就會見頂的了 又就會有回落 如果現在是高峰期 做大量的檢測的時候 就有大量的確診個案 有機會就不夠隔離的設施 所以就不如等回落了的時候 才找一些潛在個案 那她這種神邏輯就像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香港就不夠監獄 就拘捕不完那些犯人 所以不如等起多些監獄 或者是等那些犯人會乖 就能夠少了人犯罪了 我們才會再捉她 那就會有足夠的監獄 那這一種的邏輯 我就真的沒辦法理解這種專家的想法 大家可以去留言給我 但是我自己就很記得 鍾南山院士是怎樣說的 她說要對付抗擊疫情 兩道板斧而已 第一道板斧早發現早斷診早隔離和及時的治療 另外一道板斧就是全民接種疫苗 如果給大家 你會相信許樹昌還是相信鍾南山呢 那我自己就相信鍾南山了 另外一件事也有說 在全民檢測那裡 大家都說不用這麼恐慌去囤積食物 我到這裏都是叫大家不用囤積食物 希望大家就不要每天都出去東奔西跑 本身又沒有染疫情都變成染疫情 現在整個街市都旺過花虛 旺過花市 另外就是關於封城的討論 有很多人都會說 現在有機會 或者政府都漏了口風 有機會就不會像武漢、湖北那些全民封城的 有機會就像外國那樣 宵禁、關閉一些廚所 或者限制出入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就會覺得是 我覺得這一種禁足令 是不會令到香港的疫情 是會好回來的 因為香港人那種要去跳過一些制度 特別是那些黃人 或者現在也可能未必是昏黃藍 他們會想盡一切方法 你想想 連安心出行 都會想一隻假的安心出行 令到自己可以做得到 他們總會有這樣的方法 其實說全民禁足 在世界各地 包括只有中國就會這樣做 比如武漢、西安 或者是整個區域封禁的 深圳、天津都試過 但至於現在我們所謂的流傳出來 有機會就是那種 可能一家人只准一個人出去買東西 或者是一段時間只准大家出街 或者是一種限制性的出行 或者關閉某些處所 其實香港現在都算是 因為關閉了學校 甚至乎是宵禁 這些叫一定程度的禁止 包括了德國、英國、澳洲 都實施過幾次 做過不同程度的封城 但是大家都看到 現在無論是澳洲也好、英國也好 它都做過幾次 那怎麼辦? 美人是爆 證明其實這種方法是不行的 當然香港的人就是這麼不聽話的 那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理性討論 可以留言 我自己其實覺得 我是堅持 我也是同意 長痛不如短痛 不如你快點去做全民檢測 快點真的做到可以是封城 俗稱封城 大家禁足乖乖地 留在家裡 一個星期也好 一個多星期也好 真是解決了這件事 現在是拖到大家水深火熱 是真是攬炒 現在是整個香港 是經濟上的攬炒 很多人現在的疫情攬炒 我希望政府可以聽到 大家也可以留言 去到講一下這件事 去到國際新聞的部分 我們都要由上個星期開始講起 話說上星期二和星期六 美國先後派出了兩隻驅逐艦 包括了杜偉浩和拉爾夫 約翰遜號 穿越了台灣海峽 另外一架電子的偵測機 就在海峽中線附近 就好像一隻烏鷹那樣 飛來飛去 美國這樣搞事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的新聞 但美國上一次就出軍艦駛過台灣海峽 其實如果正式公佈出來 就應該只不過是去年11月的事 本身以為美國人這幾個月 應該專注在烏克蘭的那邊 不應該在這裏搞這麼多事 但原來這樣想好像大錯特錯 大家可能會問 美國人更加會想 其實他想怎樣呢 你看一下下面我的解釋 可能我們找到一些玄機 話說美國大家很久沒見的 前國務卿肥貝奧 大家就不要只顧著 關注他減肥成功 他在昨天抵達了台灣省 也有一些台灣的大陸黨 就弄了一個橫額 歡迎他 就說他在Twitter上回應 收到熱愛自由台灣人的親切問候 聽到都打爛陣了 既然他去了台灣搞事 自然就不會是一幫人 一個人 就帶了一幫人去 我們看一下這一幫人的成員 其實都會見到一些玄機 包括誰呢 包括前國防部政策次長 傅樂伊 還有一幫前白宮 亞洲事務資深的成員 包括了民主共和兩黨的卸任高層的國安官員 你聽清楚其實全部去的都涉及了很多國安事務的人 也都是在報道裏面說 這次去台灣省的訪問團 其實是拜登的授權 那就是說他們說在俄烏衝突裏面 就要關注台灣主權的主持國 都真的不拉間了 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台灣 大家都是兩個地方 河水不犯井水這麼遠 那烏克蘭打仗 關於台灣什麼事呢 你這麼關注別人的主權問題 這個是我們中國事務 我們中國人自己處理就可以了 你不如關注一下 之前那個烏克蘭總理 就叫台灣人制裁俄羅斯 不要出口那副尼蘇給他 影響他出口經濟好過了 那我們連上面一個軍艦搞事的新聞來看 原來就知道美國佬 他打算肥貝奧那幫人去到台灣 找幾艘船出來下下馬威 當然了 這麼大幫人去 一定要做勢的一定要好好招呼 蔡英文昨天就在他自己的官邸 設宴款待這幫美國佬 這幫訪台的人雖然就說已經退休了 下台了 但是其實很多都是在美國的政壇 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包括大隊那個米高馬倫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 他就是奧巴馬隔離這位人兄 其實他擔任過四年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那也都簡單一點來說 美軍裡面就僅次於總統和國防部長的 第三把交椅 那絕對不是一般的什麼議員 卡拉菲 那這幫人跟蔡英文談了什麼 deal 為什麼今次有這個行程呢 也都會阻礙到拜登 以致成為拜登內閣在台海問題上的取態 和一些行動 另外我們都知道 拜登在阿富汗和今次烏克蘭事件裡面 也都引起很多美國國內裡面 是相當大的不滿的 因為包括了經濟和疫情都處理得一塌糊塗 自己的事情又不搞好 走去搞別人的國家 而如果肥貝奧在2024年參選總統的話 那就是有機會會贏的 假如這兩年肥貝奧真的能上位的 那這次訪台的行程呢 影響力就會更加大了 大家都知道他們經常拿台灣省來想牽涉中國的 那到底他這次跟蔡英文談了什麼 甚至乎要達成什麼協議呢 那我們收到進一步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的 不過我們就要學一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說的 美國派出任何人就展示所謂的對台支持 都是什麼 徒勞無攻 而事實上也都不會改變台灣 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了 大家去講一下俄烏局勢 其實我們就講俄烏衝突就講了很久 很多觀眾其實都有些不太明白 為什麼烏克蘭會被普京要找軍隊去打呢 我昨天在網上找到一條很簡單的片 就是改編著周星馳電影的《九品芝麻官》一條片 都挺好笑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就應該更清楚 普京為什麼要出手 去片 往後面站 往後站 往後站 黃蝦不許站是不是 那我就推到黃蝦裡面一個事了嗎 站在黃蝦那邊去 這樣可以了吧 怎麼樣呢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站回去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笨蛋 打你 打我 大家都聽到了 是他將我打我才打的 像這種要求我這輩子都沒見過 簡單一點來說 烏克蘭就持住 就有美國老餐腰 就以為呢 他真的會幫他 那就彈出彈入 那普京呢 就是 以為普京真的會不打他 結果呢 就真的被普京打他一獲 其實呢 對國際新聞呢 不太熟悉的觀眾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今次的衝突 那也都更加清楚 會看得清楚 美國呢 和西方國家呢 在全世界裡面呢 去怎樣去把顏色革命輸出 那也都去怎樣 在別人的地方去搞事搞搞振 那說回今次這件事呢 我們中國呢 一直以來呢 採取一個比較中立 和偏向呢 就是傾向支持俄羅斯的一個態度 去表態 那其實呢 都可以理解 因為西方國家一直都是用一種 煽風點火啊 又運一些武器給人家 那而中國呢 就無論是加入去譴責歐洲 和美國 那還是軍事上面呢 都是支持俄羅斯 其實呢 就對今次平息這件事件 就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那現實一點來說 如果中國踩著腳下去 這趟運水呢 也都不會有什麼實際的益處 所以國家呢 都會很醒的 那只不過也都不會派什麼軍隊飛機啊 反而在立場和經濟上高去支援俄羅斯 那這幾天呢 在一個報導指出呢 就是俄羅斯呢 就被西方制裁 就拆出Swap的銀行 那決定呢 就加入中國的人民幣 就決定呢 就加入了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那簡稱CIPS 那這一個呢 是什麼玩法呢 那簡單點來說 俄羅斯呢 現在決定呢 就用中國的交易系統 就用人民幣交易 那由於呢 就是中國不是被制裁的名單 那所以呢 可以繞個圈呢 就經過不同的程序 就把那些錢呢 就換回到美元 或者是歐羅 那在這裏呢 我也都想去跟大家去講一下 香港就是有 其中一個叫獨有的優勢 大家第一就知道 我們是和美元掛勾啦 也都是拿著港元呢 就等同於拿著美元 但是人民幣呢 就不可以直接 在市場裏面呢 就自由兌換的 那香港呢 就作為一個金融的自由港 也都是全球 第二大的人民幣利安中心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俄羅斯呢 銀行呢 就拿著人民幣的時候 也都想轉回美元的話 那很大機會呢 都用香港這個交易的市場 那如果是城市的話呢 內地和香港呢 分別呢都可以做到中間人啦 那也都可以從中就是抽一下水 賺一下錢啦 那而俄羅斯呢 兜個圈 也都可以將那些錢呢 就是轉回到美元 那麼就比開制裁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都是中國呢 可以慢慢建立起 一個交易系統 那發展成熟的時候 解而時日 我們一定是可以 擺脫美元霸權 那不用每次都怕 就被美國制裁了 那這個呢 也是可以畫的 就是三贏的局面 好了 那時間差不多 那下集我們就再見啦 大家走之前 記得訂閱政壇新秀 現在給我多一分鐘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一下 7日裏面 香港青衣怎樣可以起到方創意願 多謝大家 拜拜 我們要請就好了 我們先回到川柳 我們來迎接你 我們先回到川柳 最近兩位 我們來看 把他帶來 會把你的 我們說